曾演出《拜金女王》、《叶问》等作品的38岁艺人熊黛琳和天王郭富城分手后 2016年嫁给拥有百亿身家的香港富豪郭可颂 去年为他生下一对女儿 不料近日熊黛琳在微博上透露自己居然收到财务公司讨债的电话和信件 原来一切竟是被非雍涉局了 熊黛琳30日在微博上发文表示家中非雍涉直回国已一个月 但家里突然收到财务公司的追债电话和信件 这让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一开始细心情快的他 怎么突然之间变得粗心大意 言语中还带有诸多挑衅 熊黛琳说 是到如今只能庆幸当初自己没有中他的计 被他气坏而解雇他 并感叹地说这里面的套路怎么这么深啊 原来非雍刻意激怒他 为的就是希望被解雇 好拿到一笔解雇金 据香港 苹果报道 熊黛琳表示自己当初一直没说要请非雍走人 最后非雍自动辞职 直到现在收到财务公司的信 他才知道原来非雍是因为借钱才刻意这么做 被问道单不担心被财务公司骚扰 熊黛琳表示已告知财务公司该非雍已经没做了 认为应该不会再骚扰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